Cuz I'm really in love with you When I'm looking for the view I remember moments And my heart feels like you You've been a bit surprised Hello大家好我是Lo 我是Ho,好久不见啊 俊妮这次更新好像已经过去哪个多月了吧 还不是你比较老 然后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 美的家人 好了第一个问题 一般多久一次 什么多久一次呀 我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开始的话 真的是每天一次啊 可能一晚上还有几次吧 现在的话 可能隔两天吧 当然现在是冬天吧 因为后过去洗澡了 所以大家快说说好了 他怕冷的 他说我不方便了 你来帮我洗啊 可以啊 你又不准我进去 好了好了第二个 龙私底下会不会撒娇 猛了是不是会撒娇 你放配 你平底下私底下撒娇很少 我哪有啊 不知道是谁就是求元耐的时候 要情情要抱抱了 我没有 好了好了这个他不会承认的 接下来第三个 对方有什么小细节是很让我们感动的 没有 只要是后给我的小细节 我都很感动 对 嗯 他平时呢就是 会在任何时候就是无条件的夸我 这就让我很感动 第四个问题 最心疼对方的瞬间 嗯 这个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时候的 我就心疼他有一个这么猛的对象 嗯 还有就是 他哭的时候 我就很心疼他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做的不好 然后让他难过了 对 我最心疼龙的瞬间就是 平时营业都是龙营业的 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好的眼睛也都是龙 就是承受 所以我就是特别心疼 这个没事 接下来第五个问题 龙最喜欢后拉尼 我觉得是眼睛吧 因为他眼睛总是粉的粉的 我就特别想保护他 想疼他 疼他 疼什么 对啊 可能就是 好的 现在第六个问题 目前投资了吗 我发现这个问题好学 当时真的 我就从在一起到现在都每天注意起来 因为我不能接受一天不喝后水 一天不内 接下来第七个 互相为对方做最感动的事 嗯 可能就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医院的 后当时有事去了 他不能陪我 但是没想到他后面偷偷请假过 那一次我真的很感动 我最感动的事就是 有一次我上班 就忽然加班了 本来能来接我 然后他就在楼下就是 定生存等了五六个小时 因为我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 所以我特别感动 第八个问题 吵架一般都是谁主动和好 好 因为每次都是他玩游戏啊 这些就引起吵架 因为每次都是他吃饭的时候 不讲卫生就是 我很少好吧 因为每天都有 哪里 你自己听着我游戏 九哥 有没有真的很开发出去比许的时刻 说实话 以前的话 现在的话 就不知道 因为以前我可能 自己不是那么自信了 就觉得 就很容易画得画实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后世的特优秀 然后自己好像 没有他那么好 你知道 所以就很害怕 我的话没有 因为就是龙给足了我安全感 那是什么问题 第十个问题 龙能扛出厚的撒娇吗 这个说实话我真的扛不住 因为后真的太可爱了 就每一次对我撒娇 我就想疼爱他一下对 好了 好了 第十一个 后害怕龙生气吗 嗯 说实话 还是挺怕的 因为他就是 感觉他生气 地球都要抖三抖啊 呵呵 就我很害怕 我觉得没人不害怕 我的生气了 我生气超猛的 然后下一个 对方身上的优缺点 你先说吧 我想听一下 嗯 龙平时身上的缺点 就是吃饭 真的很容易丢三那四啊 叫做大家都懂的 对 就是 我洁癖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啊 然后优点吧 就是 嗯 很猛 很大 就是 很棒 然后平时也很勤奋 后的话缺点真的 就玩游戏 然后性格很男子啊 我是已经说到他特别多遍了 然后优点的话就 很爱我的 我长得又好看 性格又好 第三个 平时是怎样的相处模式 就这么一躺 怎么了 啊 又怎么了 没怎么样就躺一下 嗯 就这样吧 差不多 哈哈哈 嗯 第四个 哎呀我喜欢 厚农 共同喜欢的食物啊 第一个字 螺 螺蛇粉对 以前我真的不吃 定情性无螺蛇粉 定情性无螺蛇粉 我们的最爱 第十五个 一起走在路上 会不要联系方式吗 这个真的 就每一次出去 就有很多女孩子跟在身后要联系方式 有一次我还亮出我的戒指 那个女孩子还一直跟着 说帅哥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以后每天戴着口罩 说得好像你没有被要过一样 我没你多 下一个平时两个人在家都会做什么 在床上的 可能轻轻抱抱吧 或者还有 请不到身处的话就会 就是七个 有想过以后的事吗 有 就是想和龙一起努力 然后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然后一起装扮他 然后龙就是以后又一样自己的车 然后我副驾驶就是 那肯定 然后我还想 待会去很多地方 去拍很多照片 然后大家去吃很多的火锅啊火锅啊对 18个 平时都喜欢什么姿势 我喜欢牛年姿势 别装了 我喜欢就是抱着后就在前面的姿势 但是我最喜欢还是他舒服的姿势吧对 只要他舒服我怎样都可以 好了好了最后一个了 后有反攻过吗 不可能 谁说不可能的 我说的 怎么 没有机会的 对就是领导方式 非你误事 好了今天我们是就问就 到此为止了 然后就是还会有续集 就是大家请请期待 OK 都不想喜欢 你落在了心中 而我在人海中 抬头看到的你 就是我眼里的苍穹